救護車鳴笛响個不停 但看看前方根本大塞車 一輛汽車接著一輛 卡整排動彈不得 這時旁邊卻冒出哨子聲 重機騎士高速往前衝 沿路鑽邊騎邊吹哨子 甚至單手不斷左右擺動 示意前方和左右汽車都要讓到 一路騎了3公里 前方汽車大貨車堵成一團 完全沒人要讓到 重機騎士乾脆下車走到每輛車前 當起交通指揮排排車窗推手讓到 在台七里拍照下來 然後行進就是大溪老街的一個 人行步道的武林橋 蠻多車子 然後當時看到救護車的當下 就想說奇怪 為什麼救護車鳴笛 為什麼沒有人要讓到 所以我就主動前往去做引導 就是這名重機騎士騎著紅牌重機 沿路狂飆 摔起過彎都難不倒塌 連書上也經常分享愛車照片 自己也是一名攝影師 這回卻為了幫救護車開到 直接把寶貝愛車丟在一旁 不只有看到救護車會停下來 我看到用路人出車或會幫忙交通疏導 那就是等到救護車跟警方到達現場 我才會離開 我是希望有能力 甚至說喜歡騎車的朋友 那如果說真的有機會的話 為什麼不把你的力量付出這社會 熱心助人還成立社團 召集車友幫忙 證明騎士幫救護車開到 暖心一面全被錄 也讓人相當敬佩 記者劉志展徐幫討論報導